阿姨 你这个卤非常多少钱一斤 三十八一斤 三十八块钱一斤啊 猪头肉呢 怎么卖这么便宜啊 十户呀 是吧 那外地有卖138一斤的大肠 你是听说过吗 听说话 但是最便宜大肠 你这大肠用的是新鲜的还是冻的呢 新鲜的不不卖冻了 大家好 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四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 我们今天在山东零仪的大吉上赶个大吉 去买一个 应该算得上是全国最便宜的猪头肉 大吉上的小餐啊 餐的不大 生意却很好 这个就是卤菜吧 卤菜 对吧 有哪些 猪肝 猪肺 猪肺 猪头肉卖完了 是吧 猪心 大肠 这个大肠是多天一 多少大28383838 这个可以算是我见过最便宜的大肠 在全国济南有138的 最好的货是吧 这也是卤的是吧 大肠头和肠都是一只肠都是一样的 今天都是一样的 怎么能悬殊这么大呢 合肥那边一般也卖100块钱一斤 不说138的 基本上全国的均价100块钱左右 看看这个啊 闻着还很香 这个猪肝是多少天一斤 12是吧 你尝上了你先尝 先尝的是吧 少来一点 我尝一点点 嗯 猪肝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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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过了是吧 阿姨 搞没 买多少钱呢 没了七块八抹钱 以后我七块钱 七块钱 七块钱就给我买卤肠了 明天过节吃 对吧 明天过节吃 嗯 不够钱他来买 这生意这么好 肯定是新鲜的呀 都不够卖对吧 行啊 猪头肉没有了 没有了 猪头肉多少钱一斤呢 那给我来点这个大肠 少来点 我尝尝味道 撑个20块钱左右的就行了 长头和直肠都来点 你直接给我撑 直接给我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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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撑了 不用撑 直接给我撑 你们在大肠一天 能卖多少斤 那个十七八斤的 十七八斤是吧 能不能给我切一下呢 我没有刀对吧 多少钱呢 八点哈 这下你拿的 我的多少钱 你吃不了啊 等会回来的 没事 不 看看啊 38一斤的卢大肠 天下哈 是啊 来呢 我有看马前没得再切 是 你这价格全国应该最便宜了 全国最便宜了 是啊 你们干几个机 三个机 那一个月也是18个 陈老大蔬食 那你们做这个卤菜多长时间了 35年了 啊 这个价格 今天60了 今天60了 17就看60 是33年 43年 43年 对 我说三个 哦 对 是的 这里面是什么 猪头肉 啊 猪头肉又来了 又来猪头肉了啊 是回家又做的吗 家的 不像的 现在还冒着热气呢 还加十块肉吧 猪头肉是多少 刚才说一斤 剩了十一斤 20一斤 便宜啊 便宜便宜 再给我切点猪头肉 我来尝尝 好 阿姨 好的 这边没有刀 都是带回家的 我们带回家都不行 那个对 我们没有刀 我们自己切一点 来 好 可以了 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啊 因为明天过节 很多人买回家 过节吃 所以我们就少来了一点这个大肠和猪头肉 尝尝味道啊 先尝一下这个大肠 肠头啊 看一下 油脂都在 38亿斤 我都有点郁闷 这个价格怎么能宣说这么大 你说安徽 山东 离的都不远 而且这个东西都是卤肥肠 也没有什么品牌价值之类的 价格能从38到1738 怎么能宣说这么大 来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很有嚼劲 就是卤菜的卤猪肠味 刚才那个大肠头 嚼半天才能嚼下去 再尝下这个小肠 刚才那个大肠头更有嚼劲 这个呢 可可弹弹 嚼几下就能厌 再来吃下这个猪头肉 我自己也是特别的喜欢吃猪头肉 比较 20块钱一斤 正是在山东时候 我感觉我可以天天吃肉 天天吃卤菜 这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 我 Thank you